奇葩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你是否会为某一件事情而苦恼最终做出非同一般的决定呢 据网络爆料 今日在英国就发生了一起奇葩的事件 25岁的萨姆·威尔曼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员 为了不开车送女友上班 想出了一个奇葩的方法 把自己的爱车装扮成了一条狗 女友再也不想坐车了 具体原因是这样的 萨姆平时工作比较繁忙 为了便于女友上班 就用自己的积蓄给女友买了一台轿车 本想有了车之后 女友就会自己开车上下班 却没想到粘人的女友还是要求她天天开车接送 这搞得萨姆很是苦恼 最终她想到了一个绝招 有一天萨姆告诉女友说 要把车开到修理厂去改装一下 女友也没有多在意 请想可能是车子出现了什么问题吧 但是等萨姆把车开回来的时候 女友却惊呆了 这还是自己的车吗 分明是一条狗 原来萨姆把车的外面 加上了一层毛茸茸的玩偶狗的装饰 你朋友最讨厌的就是小狗 所以再也不要他开车接送了 不过萨姆觉得这样的造型也是萌萌的 当你开车的时候 狗的两只大耳朵就会忽闪忽闪的来回摆动 倒是挺惹人爱的 有时候还会有人专门跑过来跟他的车子合影 大家都觉得这样的改装很有意思 不过加上一层厚厚的绒毛 开起车来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车子跑得太快 是也受到绒毛的阻挡 就容易看不清路 不过萨姆并不在意 只要自己喜欢就好 小伙伴们 如果你也有一位年人女朋友 你会怎么办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